各位朋友你好,这是如歌的新版节目现场 节目主持人蒋里荣老师因为在美国处理一些演出的事情 所以让我来替他为朋友们服务 那么我是应惠,黎应惠 那么第一次来到如歌的新版是应蒋里荣老师之邀呢 来谈一谈木书 那么蒋老师在不在的这段时间呢 希望我来跟朋友们谈谈其他的议题 所以呢我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 我就介绍,我要介绍四本 我很喜欢的绘本 那么前面段的时间里面我们也已经介绍了两本 那么今天在进入第三本的时候呢 那是一个不同出版社所出版的书 那么今天出版,今天的介绍的书呢 都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都是跟自然生态有关的 那么都是质感很好的书 那么我自己呢 虽然喜欢文学艺术绘画这方面 那么也很怕自己呢 在阅读上面有偏实的习惯 所以呢我自己在挑选书的时候 也会让自己多刻意的去留意 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 那么自然科学方面你一定说百科悬书最容易啦 的确是百科悬书上面介绍动物的啦 自然景观的就很多很多 可是这个书说实在的 我们看看图片要在看字的时候都觉得 哎呦好像是有点比较严肃一点 比较没有那么自然而然 的确是包括我也是一样 所以呢我在挑选书的时候呢呃会去注意到他文字的流畅性 让让他的阅读哈可以变得更轻松 那么当然呢呃认真的找一定会找出好的书来哈 所以呢我今天要介绍一本远流所出的书啊 是呃布兰达古伯森的文字 那梅根洛伊德的图片 那么今天要介绍他的两本书 其实是姐妹作 就跟我刚才介绍米奇巴克的这两本一样哈 其实都是同一个作者会者跟翻译的人 那都像是姐妹的作品一样 所以我把它选在一起一起来介绍 那么介绍仙人掌旅馆呢 他的图哈 当然也画得很好 文字呢很流畅 那这一本书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哈 我想他大概中年级以上比较适合 那森林里的陌生人跟森林里的小鹿呢 应该学龄前或是低年级的朋友 低年级的小朋友应该是蛮适合的 当然最适合的就是亲子一起阅读啊 里面有很多的对话 可以亲子一起好像角色扮演一样 把它念出来 或者是说有妈妈们把它朗读出来 爸爸们把它朗诵出来都可以啊 那只是我要提醒各位父母们啊 小朋友那个再朗读给他的时候 可以把速度再放慢一点 因为毕竟不像我们大人在听那么快哈 不是说小朋友不能听快 而是我建议慢一点呢 让你的语调 留在小朋友的脑海里面 就像音乐一样啊 就像唱歌一样 让他有一个很深刻的意向 也有一个时间去敬意一下 好 好 那呃 这个仙人掌旅馆 因为他的文字叙述比较多 可是事实上呢 当你朗诵他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文字是很流畅的啊 所以这这才是我觉得他绘本是 图画好 文字也要好 好 那文字不是多 而是要精炼啊 好 那他一开始就说沙漠里很干很干 好 那有一天呢 一颗鲜红色的果子 从高高的巨人柱仙人掌上掉了下来 就噗通一声 果子在沙地上爆开 里面有两千颗黑色种子 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只地鼠跑来了 吃了这个果子 然后呢 有一个果子 有一个种子呢 在掉在一棵绿皮树底下 那么一只松树呢 跑过去没有发现它 所以呢 这个种子呢 就安心的在这个绿皮树下 成长 变成一个屁印 因为没有被别的动物发现 那这个干燥的气候呢 持续了很久 沙漠里终于下了一场大雨 所以没有多久呢 这个地方就冒出了一株 小仙人掌的幼苗 那小仙人掌慢慢的慢慢的长大 那还好有这棵绿皮树去 帮它挡住夏天独落的太阳 还有冬天的酷寒 过了十年哦 十年这棵仙人掌才长了十公分高 等于一年才长一公分而已 那之后这个时候呢 它又很小十公分 所以只有蚂蚁会爬上去找它 那下雨过后呢 暴风雨过后呢 沙漠里就会有开出五颜六色的花 那么这个仙人掌呢 就用它长长的根 那吸水 把它那个水分呢 全部储存在它的身体里面 再过来呢 二十五年后 那沙漠里面不下雨的时候 它当然就会用它身体的水来滋养它自己 那它就变得瘦瘦高高的 那过了二十五年后呢 它长到六十公分高 所以它真的长得不快哦 那这时候呢 有一个长野兔呢 就跑到那个仙人掌旁边 因为它现在二十五公分高 有一个小小的树印 可以给一个小动物作为阴凉之用 所以就有一只野兔呢 就跑进它的旁边 乘梁还咬了它一口哦 好 那五十年后 一下子跳到五十年 五十年后呢 这个仙人掌树呢 就长到三公尺高了 这时候呢 它站在年老的绿皮树旁边呢 就变得又直又壮了 那它也第一次 在它的顶端开出了仙人掌花 是个黄白相间的靓丽的花朵 那花开出来之后呢 每年都会在春天的某个夜晚绽放 到隔天的中午就凋谢了 所以它的花期并不长 那仙人掌呢 用美丽的花朵 向沙漠里的动物打招呼 欢迎鸟儿蜜蜂和蝙蝠 日夜轮流前来享受甜美的花蜜 所以它长高之后 它就会开始呢 吸引一些朋友 动物朋友过来 那么花呢 凋谢一个月以后 仙人掌鲜红色的果子成熟了 那么果子里面就装了 满满红色的黑色种子 有一只花生竹木鸟来吃果子 它看了一看 这仙人掌后就决定住下来了 那么竹木鸟在这个沙漠里面 找到了这个最棒的地方 它要在这里盖一个全新的旅馆 那这时候这个画面呢 就远远的用远景的部分 画一个高高直直的仙人掌 上面就有一只小鸟在上面 那么其实比较重要的是 原来辟印它的绿皮树呢 跟它一样的高了 所以它把它画出来 就是显示这个仙人掌 找得那样的高了 那佐木鸟呢 找到了这个好地方呢 它就开始动工了 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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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 它就挖了一个房间呢 在仙人掌的身上 挖了一个房间 变成它的新家了 那这个新家呢 好棒哦 里面呢 有一个很清凉的地方可以避暑 那到晚上呢 晚上的时候呢 就暖昏昏的 就冬天的时候也可以避寒 好 那仙人掌怎么保护它自己呢 它就把它这个伤口呢 结成一个硬硬的家 好 就不再受到伤害 所以呢 佐木鸟住在里面 就是安全的咯 那佐木鸟呢 它也会谢谢这个仙人掌 所以仙人掌也受到了谢礼 因为佐木鸟会帮它吃 害它生病的虫 它会帮它吃虫 好 这个时候 这本书你知道吗 它的时间横跨两百年 所以现在我们才进行到六十年 六十年后 这个仙人掌旅馆 它已经长了 长成五公尺高 而且为了增加的空间 它又长出了一个分支出来 那有一只佐木鸟 在主干上挖一个新房间 那它还有楼上 楼上有另外一只白赤鸽 竹了一个槽 那楼下呢 有一个旧的洞 有另外一只鸟 发现了就住在里面 那因为住在这么又高 又有吃的地方 很非常安全 因为其他的动物都跑不上来 所以是很安全的 那沙漠里面只有这些鸟吗 其实不是 沙漠里面 还有大大小小的洞 整个沙漠其实都有大大小小的洞 里面住什么动物呢 住了蚂蚁 住了老鼠 住了蜥蜴 住了蛇 住了兔子和狐狸 哇 你一定想不到 沙漠里也这么的热闹吧 我想你跟我一样 我们都以为沙漠里面 就是一片黄沙嘛 我想我们对沙漠的知识 会因为这本书 而丰富了起来 那现在时间横跨到什么时候呢 横跨到150年后 这时候仙人掌呢 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洞 这个时候这么大的植物 它就停止生长了 可是这时候呢 它有多高呢 它有15尺公尺高 还有7个长长的分支 所以呢 有多重呢 大概有8公顿 就跟5辆汽车一样重 所以朋友们 你一定可以开始想象了 这么巨大的仙人掌 它里面还要住的很多的动物 所以很多的动物呢 就都住在了这里面 大家都很想住进去 因为这里面呢 太安全了 冬暖夏凉又安全 所以呢 鸟儿可以安心下蛋 鸣鼠可以好好照顾小宝宝 就连昆虫和蝙蝠 也都住下来了 真是热闹啊 那当一个动物 一只动物搬出去之后 就有一个动物搬进来的 所以每年的春天呢 他们都会来享用甜美的花蜜 还有多枝的红色果子 所以你看这个一面 真的是好丰富 好多的动物 好多的房间 好多的花朵 好 时空就到200年以后了 这是这本书的时间点 这颗好老好老的仙镇掌 被一阵强风就吹得摇摇晃晃 就砰一声的倒在沙地上 它粗壮多枝的分支 也断了 分成了好几节 好终于它倒下去了 可是呢 它倒下去之后 就没有贡献了吗 不是耶 它倒下去之后 住在比较高的动物 就再去找一个新家 那住在比较低的地面的一些动物 就马上搬了进去耶 好 就像是马鹿 蝎子 还一大群的蚂蚁和白蚁 它们就在这一栋倒塌的旅馆里面找到了新家 所以它还是继续对这个动物们有所贡献 那几个月以后呢 这个仙人掌 已经死去的仙人掌 就剩下了那只曾经支撑它的那个高高的木头支架 那有一只蜥蜴呢 就爬过去 想找一些昆虫来吃 还有一个游蛇呢 就缩在它的影子底下 那么就这样子 这个沙漠里面慢慢的慢慢的长出了一大片的仙人掌森林 都是跟它一样的 在经历过很多的酷热跟寒暑 雨季和干季的考验之后 总会有一些仙人掌存活下来 然后变成沙漠里的一栋又一栋的仙人掌旅馆 仙人掌旅馆呢 它其实呈现的 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自然生态的一个故事 那如果说它写成一篇科学报道 我想我们大家看看就算了 但是它把它呈现成一个绘本一样 我想你会跟我一样慢慢的读过去 虽然像在读一个故事一样 可是事实上这里面呢 它已经呈现了很多知识 比如说在我还没有看之前 我还不知道这个仙人掌 可以活到150岁才停止生长 而且它还可以撑到200岁才倒下来 这么长寿的一个植物 那么对自然生态的贡献已经那么大 那还有它怎么样吸水 怎么样在冬季怎么样在春季的时候 那个渡过酷寒跟酷暑 那么怎么样让提供它的支架 然后让动物们做成旅馆 滋养了那么多的动物在那里生长 那我们也因为这样而有更多的那个 那个沙漠的生态可以知道 那这个仙人掌旅馆 其实它在学名上叫做巨人柱仙人掌 那这个巨人掌因为后来可以公造景用 因为它很高大 所以就变得很抢手 所以也有一些 它也遭过一些劫难 比方说一些盗财者为了数千美元的利益 就会把它连根挖起后卖出 那可是呢 他们没有想到说这些金人掌 他经历了无处的干旱寒霜 暴风雨 森林大火 或者是这些零属啃食幼苗的危害 可能存活下来 那么那个还在沙漠里面 其实它是提供了生态一个很好的平衡跟循环 所以事实上人类其实不应该跟大自然 做这样的一个竞争 那不应该去破坏它原有的生态 所以我想我们阅读这本书之后 除了我们可以知道相关的知识以外 我想我们对生态的一个保护 应该会有更具体的印象 所以如果你愿意让你的自己的孩子 或是你自己多一点自然生态的一些知识 我很推荐这本仙人掌旅馆 我想你会跟我一样 看完以后增加很多的知识 然后对自然生命有一份更多的敬仰跟尊敬 那我们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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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